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眼波 骆驼 第八十三集 画龙一生之中经历过无数的凶险 他知道自己必须临危不乱才能化险为夷 画龙仔细闪失了自己的处境 已经有老鼠开始试咬他了 他一动不动从通气孔中看着阁楼的窗口 越来越多的老鼠开始试咬他 画龙翻了个身 用身体压死了几只老鼠 他的手指突然碰到了脚上的铁丝 画龙灵机一动 他已经想到了逃生的方法 一个人手腕被反绑 脚腕被捆绑 呈跪姿或者蜷缩的姿势 那么手就可以解开脚腕上的束缚 画龙忍受着老鼠咬式的痛苦 将脚上的铁丝松开解除 这铁丝使他看到了希望 也成为了他逃生的唯一工具 如果手是自由的 可以将铁丝从通气孔穿出去 勾住窗户的挂钩 把铁皮柜给立起来 然后晃荡几下 从窗口掉进外边的水里 就会得救 然而画龙的双手被反绑 手上的铁丝不可能被松开 按照惯性思维 手是最灵活的 而特种兵以及武警 都接受过用脚开枪的训练 画龙身为武警教官 他的脚也非常灵活 他先是踢死了一些老鼠 为自己赢得更多的逃生时间 铁皮柜子空间狭小 画龙的身上沾满了老鼠的赌场 令人作呕 画龙用脚趾将铁丝的一端 凹成一个小圆圈 从通气孔中伸出去 小心翼翼地勾住窗口的挂钩 然后经过几次调整 画龙找到了最合适的姿势 两只脚互相交替 紧拽铁丝 画龙力大无穷 最终将整个铁柜立了起来 画龙的脚踩住柜子的内侧两端 以身体晃动柜子 抓准了时机 铁皮柜子晃动几下 撞开虚眼的木窗 从窗口跳进外边的水中 整个过程惊心动魄 盲人老头正在院中哭作 他看不见 但是听觉很灵敏 对面阁楼上掉下一个铁皮柜子 扑通一声 水花似简 兽医也听到了 最后 盲人老头和兽医 把画龙从铁皮柜子里边 给救了出来 当画龙和联防队员再次进入阁楼 那个年轻人已经不见了 阁楼的另外两个铁皮柜子里边 各用醋泡着一具人体骨骼 后来经过鉴定 这两具人体骨骼分别为 莫飞和盲人老头的孙子 苏梅发来了马刘的照片 画龙一眼就认出 那个年轻人尽管做过整容 但是他就是马刘 据房东介绍 马刘在不久之前租了这座阁楼 平日里边是身居简出 很少有人见过他 梁教授说道 他只是用这阁楼作为凶杀现场 平时都是化妆成赵仙仙的样子 或者说他已经变成了赵仙仙 只有在杀人的时候 才会变回自己 梁教授推理分析认为 赵仙仙已经遇害死亡 三年前马刘杀害了赵仙仙 马刘可能无意之中 得知了赵仙仙曾经在乌阳镇 被强奸过 三年以后 马刘假扮成赵仙仙 来到镇上寻找那个强奸犯 因为仇恨别人穿红裙子 所以这个变态的年轻人 杀死了幻玉和莫菲 后来调查得知盲人老头的孙子 强奸了赵仙仙 于是马刘又把他给杀害了 镇长说道 那个孩子看上去很老实 怎么会干出强奸这种事情呢 梁教授说道 我也不太确定 只是推理和分析 只有抓获了马刘 此案的真相 才会水落石出啊 警方发布了通缉令 然而却始终没有抓获马刘 这个年轻人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 没有人再看见过他 正如通缉令上描述的那样 此人伪装成女人 很难分辨身份 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任何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女孩 都有可能是他 几天以后 画家和戏子也从镇上消失了 有人在茶楼的幻衣间里 发现了一首诗 这首诗写在一张纸上 字迹捐绣 纸上还放着一把带鞋的剪刀 苏梅和包展几经辗转 终于来到了马刘的家 马刘父母双亡 单独居住在一个破旧居民楼的楼顶 苏梅和包展与当地警方 一起破门而入 马刘的卧室里边落满了尘埃 看上去就像一个女孩的闺房 包展从一张照片上判断 马刘将自己的房间布置成了赵仙仙的房间模样 有时不得不佩服一个人的能力 那个房间几乎和赵仙仙的房间一模一样 床 枕头 书柜 小台灯 这些都是费尽了心思才弄齐的 马刘的信件中写道 他曾经躲在赵仙仙卧室的床下 他借过她的指甲刀 私下里偷配了钥匙 房间的抽屉里堆满了没有寄出的信 从笔记颜色上可以判断这些信写于不同的时期 那些被水浸湿的字体也能看出写信人曾经哭过 这些信都是马刘写给赵仙仙的 摘录如下 鲜仙 我所有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 一直都是 并且将永远是 我为你保持着很多习惯 以前我从来不吃花梅 第一次吃是你给我的 后来就养成了习惯 有时半夜里我也想去买花梅 想你的时候 我就要吃花梅 你的头发总是很香 为了找到你使用的洗发水 我买遍了所有的牌子 挨个的事 终于找到了你的香味 因为这种香味 可以让我感觉到你的存在 我模仿你的字 我们的笔记渐渐融合在了一起 你已经渗入到了我生命之中 到处都有你的影子 你隐藏在我生活的细节里面 我平日最自然的动作 我的一举一动 我一个人走路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电视 一个人看着雨水 打湿窗外的树叶 我能感到我们在一起 鲜鲜鲜你知道吗 每次走楼梯的时候 我会靠着扶手那一边 因为我最后一次和你并肩下楼梯的时候 我就是靠着扶手走的 而你就走在我的身边 鲜鲜 我知道 你有叠被子的习惯 所以 我每天也会叠被子 我现在呀 可以把被子叠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 就像是军人的被子 只有一次 我想放弃 我扑到被子上大声捅哭 你从小到大坚持叠被子 可是 你为什么就不能坚持爱我呢 你爱过我吗 哪怕只有一秒钟 我用很多方式来想你 来和你说话 可是 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有多爱你 你可曾知道 我总是在下雨时分 宁静地 与忧伤之间 最想念你 你可曾知道 我总是在落雪时节 沉默与孤独之间 最想念你 你可曾知道 我用钥匙 在你家楼下的墙上 刻了很多字 等一整夜 只是为了 看一眼你早晨上学时的身影 你戴着围巾 穿着红色的夹壳 我悄悄地跟在你的后边 只是为了看着你 曾经 我是那么天真的站在你的背后 望着你美丽的背影 你在夏天穿红色的裙子 下雪的天气 你穿红色的羽绒服 你裹紧衣服 一直往前走 你只要回一次头 就会看到我 但是你没有 我多么想追上你 把你冰冷的手 揣在怀里 我很喜欢站在四楼教室的窗前 你在注视风景 我在注视你 你走后 我会站在你站过的那个地方 望着你望过的方向 把手贴在你贴过的那个位置 我一直在你身后 可是 你从来不曾回头 时光宛若流水 玫瑰的颜色 并不消退 这些年来下过的暴雨 就像是很多游泳池 摔碎在地上 然后消失不见 如同我为你流过的泪 鲜鲜啊 你不知道 我为你流过多少泪 我用瓶子储存泪水 用胸腔储存潭溪 我的爱 比最深的海水还要深 你要是肯看着我的眼睛 就会看到深渊 看到我眼睛里边的鱼 游来游去 你的外壳 就躺在我的身边 日日夜夜 你的墓地 和你的葬礼 都在我的怀抱之中 我追赶你追赶过的蝴蝶 低头去闻你闻过的花朵 我走在你曾走过的街头 徘徊在你徘徊过的路口 我爱你 爱到穿上你的内裤 我爱你 爱到穿上你的裙子 我爱你 爱到变成你的样子 你的内裤上有血 但我没洗过 这是我从你房间里面偷的 你不知道 我多么喜欢在你床下睡觉啊 我穿上你的内裤 很害羞 第一次穿着丝袜上街的时候 是冬天 我很紧张 丝袜里边穿的 就是你戴血的内裤 丝袜外边 穿着的是秋裤 和毛裤 人们根本看不出来 我喜欢丝袜带来的那种 滑溺的感觉 后来 我终于赶在夏天 穿上裙子出门了 我变成了你 就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 每天早晨洗脸的时候 我会疯狂地 陶醉地 痴情地 亲吻着镜子中的自己 我不是在亲吻镜子 我在亲吻你 我吻你的肠子 我把你的脑浆 涂满我的全身 你知道 我有多爱你吗 这些泛黄的旧信件 每一封都饱含深情 每一封都是那么的变态 房间里边落满尘埃 书桌旁边的床上 苏眉和包展 发现了床上的一具骷髅 骷髅呈现侧卧的姿势 躺在枕头上 旁边还放着个枕头 由此可见 有一个人 曾经搂着一具尸体 睡了好几年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